大家好,我是工程一线通的主持Kathy 我们今天来到长沙环的地盘 和大家一起做街坊 上次我们就和那么多位师傅 一起玩了个潮语大挑战 原来师傅们都挺潮的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地盘的文化 很多人都会说地盘佬很粗厚 整天都说粗厚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 每个地盘师傅都这么喜欢说粗厚呢? 而背后其实又有没有什么文化在呢?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去问一下他们 你好啊,师傅 那今天的访问是和地盘文化有关的 想问一下你 究竟为什么地盘师傅常常都说粗厚呢? 我觉得就是那些师傅一来就是做得辛苦 那他们的前辈 他们的交流的语言 一般都带了这些 但是就不会伤害你的 只不过就是他觉得口顺 那他就继续这样说 习惯了 习惯了 习惯来的? 习惯了 真的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 多多的 个个都说 就是你认识的其他师傅全部都会说的? 多数都会说的 对 没什么的,我只习惯称呼吧 小鬼,你骂谁? 谁应该骂谁? 我习惯的称呼来的 就是你会用粗口来 称呼你的同事们的? 是的 是的 如果你有时没有做错事 但是被人骂 无端端吃了一只死猫 那你会怎样呢? 那就看人 是的 如果那个是我的老闆 我没办法 他又对我好的 他要发我脾气 那我就受一下他的气 那他又会请我喝茶 他心情好的时候 是的 没办法 有时都是对人不对事 是的 看看是谁来的 老闆那些 就过身吞了他 其他人当然会骂他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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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去做 都没有的了 都算了 没事的 大家都是说我嘻嘻嘻嘻嘻嘻 就是过了他就算了 因为大家都去为了做事 没有问题 好 那你现在试想准一下 你有个新同事他做错事 坐得很厉害 但是你不可以用粗口骂他 那你会怎样做呢? 今天的规矩就不准说粗口 不准提人老头老母 不准提性器官 不要用粗口骂他 有点难啊 有点困难啊 一定会用粗口骂他的 我用粗口是一个助语词 强调式的助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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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 我说了给你听 我老闆来到 他不准你做 不准你开工 不关我事 就是自己负责任 没错啊 我的责任就是提醒了你 如果你要坚持 你这么瀟灑 你便继续瀟灑 你便继续瀟灑 说完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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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不要再犯了 就是都会提醒一下他 这样的 我明白 那今天呢 访问完这么多位师傅之后 才知道 原来他们在地盘说粗口 未必是恶言相向 可能是变成了一种习惯 又或者甚至乎是称呼 那他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是 骂完之后就算了 就没事了 所以就千万不要误会 觉得地盘师傅 就一定是没有文化的了 反而他们当中呢 有很多都是专业人士来的 好 那今集的街坊就来到这里了 下一集呢 我们将会打探一下 究竟地盘师傅 他们最重视的节日是什么呢 想知的话 记住密切留意 我们下一集的街坊 最后记住subscribe like和share这条片 给你身边的朋友 下次见 拜拜